今次來到東京 另一個要找的舊朋友就是多拉A夢 去找多拉A夢 其實應該是要去東京鐵塔才對 不過那一早早就來了東京站 目的就是要逛逛看看 因為這裏有個很漂亮的車站 一旦來到旅行 不是只是購物 看看風景逛逛街也可以 多有歐陸情懷 然後就去銀座 在這裏逛逛逛 最重要就是購物 購物的地方就是 香港和泰國都沒有的GU 看看我買了多少迷彩產品 各位觀眾 迷彩背囊490日圓 五隊不穿襪的都要買來看看 迷彩褲990日圓 日本潮人褲990日圓 膠鞋1290日圓 又是迷彩的 背心哈哈390日圓 還有迷彩的衣服 990日圓 迷彩西褲990日圓 全部迷彩 Oh My God 之後就搭的士一道東京鐵塔 鐵塔至上 沒有鐵塔靈魂 但是有多拉A夢 搭電梯上對上面 要排隊的 其實東京的夜景 都真的很美 從不同角度去看 都有另一番的情懷 但是此時此刻 心中依然是想念住泰國 百鐵體 老實說 雖然東京鐵塔 主角不是要看景 而是要看一班舊朋友 這班舊朋友 就是藤子不耳紅不下的卡通人物 包括主角 多拉A夢 這麼多多拉A夢 都放在這裡 不用跟人逼 不用排隊 任拍不生氣 除了這個半露天地帶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室內地帶 裡面有很多藤子不耳紅不下的卡通人物 任你拍照 任你拍照 好可惜 因為那個期間 我的影片鏡頭 就沒有電 所以就拍不到影片 所以 一直以給大家看看 就像我這樣 跟一班藤子不耳紅的好朋友 一起拍照 留念 記住來到東京鐵塔 這裡 最後的日子 是10月6日